神将靴达人侯三佑和太太李嘉惠一路走来虽然经历了不少的困难 却一直稀守向前 而三个小孩看在眼里也都相当的支持 甚至也因此有了心灵上的信仰 每次来到店里侯三佑的二女儿侯思安都会先上香祭拜 从小看着爸妈在神将靴这条道路上努力坚持 虽然遇到不少困难仍然持续向前 让她相当骄傲 之前就是有去中医院 然后有参与那个小太子的活动 然后就是 就是他 就会跟着他们一起去竞相那些的 然后就看着他们就全体 然后全部都穿着那种黄色的靴子 对然后就是那个画面啊 就是就是就觉得 就是觉得我爸爸做 就是做那样子的鞋子 然后给大家穿 然后一面排开来 然后那个照片也就是很壮观 然后就都很好看这样子 对就是就真的蛮厉害的 也因为经常听爸妈聊到神明或是修行的事情 让侯思安也有了安定内心的信仰 只要遭遇困难时就会向神明祈求 我觉得是就是心中的信仰神明闷对 然后就是让我们心中可能可能在做什么事任何事情 然后可能有点困难或者是有点需要勇气什么样的 就是就是会想象着他们就在我们身边 然后他们就是给我们蛮大的勇气跟帮助 其实小孩从小在旁有看到 他有相处感受到说 爸爸妈妈现在很虔诚的有在拜拜这部分 大家的脾气像有好像遇到这个大环境这样子 相对有时候都会心浮气躁 但是反而我们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和气的这样子度过 或许小朋友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神明的帮忙 对 那好比就是说像我女儿她这是要大考 她自己就很诚心的来许下她自己的愿望 也真的如她所愿 我们就觉得这样一路走下来 这样子我们的路是对的 所以你就觉得有那个一起帮你照看你们的小孩 对啊对啊当然了当然了 很感谢种族神佛 虽然这条道路不能让家庭大富大贵 但小孩也懂得珍惜平淡而幸福的生活 而且为真心喜爱的事物 努力坚持 对小孩来说也是最好的身教 记者高兴峰林景瑜如洲采访报导